先講一下美國副總統賀錦麗轉訪越南的一些具體行動 整個旅程就是家裡的蝙蝠連夜雨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打算8月23日到26日訪問新加坡到越南 今天現在是26日,即是說她現在都是在越南航海訪問 到今天就離開回美國 本身這次是怎麼這麼受觸目呢? 因為是越戰後首次由美國在任的副總統到訪 也都是這次美國向她的東南亞盟友講述 America is back這個信息 去拉攏他們去抗衡中國日爭的全球影響力 也都是好像我們的總編輯你和昨天所說 就是繼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丁訪問完東盟國家之後 她這個訪問應該是整個行程的高潮位來的 誰知道就很幸運了 就變成一個尷尬之旅 第一個就要提的就是 可以說她沒有什麼天時地理任何的 第一個就是她原本打算飛越南的時候 收到美國駐當地的大使館 就傳出所謂有一個叫哈雅娜症候群Havana syndrome 美國就將這次的事件形容一個異常健康 或者異常衛生的事件 令到她的行程拖延了幾個小時 說一下這個是什麼症狀 就是最早在2016年 美國駐古巴的大使館人員發現的 大致會有一些頭暈、嘔心、偏頭痛和紀力衰退 對於這個神秘的健康事件 美國國家的科學院去年有一份報告 就認為有可能是一些定向的微波輻射或者能量所導致 無論如何也好 就是阿錦麗去越南前拖了幾個小時 第二個就是大家都較熟悉的 就是剛剛美國在經歷著塔利班接管阿富汗的尷尬局面 因為阿錦麗就要去探望越南 越南就是1975年的越戰 當時美國撤軍 有著名的西貢的鐵拳 就是講一個美國的職員打一個想上直升機的越南市民 大家見到阿富汗淪陷 美軍又是滄亡地離開的時候 就一起了當年的西貢 西貢就是 那個中文字就好像我們香港西貢 但其實就是講現在的胡志明史 就一起了當時西貢那種淪陷的畫面 哈里斯就要想一下如何去回答越南 和其他東南亞盟友 如何安撫他們 如何去promise他們 美國仍然是這麼強 這麼值得相信的 但是有傳媒就說 賀錦麗就堅持繼續去探訪 被人批評就是一個最差的時機 探訪曾經有一些尷尬畫面的國家 第三個就是最新消息 就是南的政要就放話 就說不會聯美抗中 有些像打了賀錦麗一巴掌 打到啪啪聲都挺應下的 為什麼呢?因為賀錦麗在到埔越南之前 當地的總理阿范明正 就在總理府會見中國的駐越南大使洪波 提到就說一個健康穩定發展的月中關係 對推動兩國各自的社會主義事業 它有重要的決定性作用 亦有利維護地區以至世界的和平 我先看一張圖 給大家看看 這個Harris的一些探訪 在阿富汗撤軍的畫面 即美國在阿富汗撤軍畫面 這個就是他在誤總統阮春福 其實呢 今次的事件呢 我先回來 阮春福 我們先回來 其實大家見到 就是越南強調高度重視對話的關係 還說這個是越南對外政策的戰略抉擇 還有頭等優先 是用頭等優先 我都比較驚訝 因為近年越南都比較親美敵宗 他現在用頭等優先這個語句 我都比較感慨 他還說 越南不會跟任何國家結合 對抗其他大國 希望中越增進兩黨兩國之間的政治互信 在Harris 何錦麗 他正要訪問越南 你突然去找他美國的一個競爭對手的國家 即是中國 一些元首級的人物 不是元首級 即是一些當地外交大使 去接見他們 去傳遞這個信息 其實真的有些好像打了何錦麗一巴掌 第四就是其實 國內也有不少人 即是美國國內 都跟他唱反調 即是不太看好何錦麗這次行程 因為何錦麗本身是一個比較專責負責內政的官員 在這個外交事務其實都沒有什麼經驗 美國的外交政策的雜誌 即是這本由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 在1979年創辦的雜誌 裡面有一篇分析就說 何錦麗這次的亞洲之行 是沒有辦法解決拜登陷入困境的印太戰略 就說東南亞其他國家 就好像菲律賓 都很難讓美國繼續進一步擴大的軍事存在 泰國也不想因為美國針對中國的戰略 而提供支援 印尼也不想公開敵對中國 隨著東盟 即是東南亞等國家 和中國的經濟聯繫 越來越不可分 美國是沒有辦法在這個地區上 建立太多的經濟戰略 而它的影響力只會不斷地衰弱 所以這次何錦麗之行 我只是說一個尷尬之旅 Thomas在同一個節目說 是一個推銷完之四 其實真是相對 一個幾個不利天時地利任何的旅程 我們再回來看第二單新聞 就是講三聯網 有香港的七間工會自行解散 為什麼這麼受人關注呢 近期都有一些工會宣布解散 比較出名就是教協 立法會議員都關注政府怎麼監察職工會的情況 為什麼會這麼監察呢 因為在反修例運動的時期 如果大家留意 就有些我們說 它是比較親眼炒派和反對派的工會 譬如我們 譬如這位女士 這位女士就是我們 醫管局員工陣線的余慧明 他們的工會 都在反修例運動的期間成立 也有我們的新公務員工會 現在已經解散了 這位女士先生就是牙武洲 這些工會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成立的 為什麼要成立這些工會呢 因為當時他們贏了區議會選舉 希望去爭取更多的話語權 特別在未來的立法會選舉 勞工界和當時還未改制的 選委會的勞工界議席 但是當時 因為我看回 其實如果你要投票 工會的營運 應該要一年時間的 所以較大程度上 都是反對派或攬炒派 想爭取當時未改制的選委會 勞工界的議席 希望去選未來的特首 當然現在這個方法已經沒有了 因為根據這個全國人大委員 就是全國人大常委通過的一些條例 就是講明這個有關團體和企業 是要營運三年或以上 那就是說很大機會就是在反修例 期間成立的工會 是沒有辦法去作為 我們接下來這個選委會界別的分組的選民 說回勞工界 就是勞福局局長 羅志公的一些答覆 他就說 在2018年 我先回來 在2018年到2020年的工會的撤銷 分別有3間 2019年3間 2019年3間 2020年1間 都提到 截至2021年的7月底 已經登記的職工會有1504間 其實這個數字都比較多 因為以往2019年的時候 其實只有9117間 你看到其實他都增加了600多間 都分出當時那種政治的熱潮 出成了很多工會成立 但是有很多人就說 為什麼數字好像都是偏少呢 我也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其實政府有另一份資料 就是說在8月1日 其實已經有23個工會 是向政府申請撤銷登記的 其中就有剛剛提到的 新公務員工會 是相比以往來講 2020年的時候 只有兩間工會 即是除銷登記 就增加了差不多11倍 如果相對以往的數字 就增加了大約4倍左右 看回這個數字 其實我覺得要留意幾點 政府的未來 第一就是要留意些錢 去了哪裡 為什麼呢 其實做工會 做得久 其實都有龐大的資產 看看教協就知道 他有9.5萬個會員 作為全港最大單一龐烈的工會 大家當時都很關心他 解散了之後 他的錢是怎樣去的 有傳媒就說 教協委託一個獨立清盤的會計 計算一下 跟回章規定 賣了資產 減了債務之後 就會說平均分給9.5萬個股員 不知道是不是屬實 但如果屬實的話 如果有4億剩下 就代表每位會員有4千元 如果有2億剩下 就代表每位會員有2千元 所以大家可以見到 其實錢是非常之多的 再看看剛剛 E股局的員工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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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9年到2020年的會費 是300元 300元 相對來說 我都覺得有點貴 一年的會費 根據一個數字 就是說他在去年發起罷工行動之後 那時候很多人都登記了做他的會員 如果大家記得 當時他們就要求政府封關 如果不是就要罷工 他們最高峰的時候 就有2萬2千5百人 2萬2千5百人 成下一年的會費 即是說大纜纜有675萬 所以這675萬 究竟他們的條數 清不清晰 那些錢用得合不合理呢 這個也是政府要去留意 第三就是 剛才都說了 就是牙武洲的工會解散了 但是牙武洲就說自己工會的錢 會費會按會張規定 捐給慈善機構 這個都比較有趣 因為他當年就有3200個會員大約 工會會費是50元 計算賣也有15、6萬的錢 即是說這15、6萬又會捐給慈善機構 究竟慈善機構的背景如何呢 夠不夠中立呢 這些都是我們接下來需要關心的 那當然都是要批評的就是 政府尤其是職工會的登記局 那為什麼可以處理這些工會的 無論是登記和解散的流程這麼久呢 都希望政府接下來可以再跟得更進的